这个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匾额上面这个金字是毛主席亲笔提写的 左侧是中央电视台的旧办公楼 这已经成为回忆了 老台标中央电视台了 军博的右侧是八一大楼 这个是中央眷委的办公楼 军事博物馆是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建成的 现在看着不是很高 其实这个是94.7米 在那个年代的话 尤其中国的技术 这个算是不小的建筑奇迹了 要说的是这个上面这个军灰 我放大一下 这个军灰看着很小 其实这个直径是6米 重8吨 是同柱的 这个是而且是福建前线那个弹壳铸成的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现在在军事博物馆的路对面 这条路是长安街的沿线 长安街往西边走就是这条路 右边这个就是八一大楼 这样可以看到它的全貌了 什么时候 这最后还滑到台下 这条路是有意义的